作词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 中华德育故事 中华德育故事 流传千古 并且成为历史上爱敬兄长的典范 父亲 吃饭了 你大哥一大早就出去了 一天也没见他人影啊 这大哥会去哪儿呢 一定用手喝酒去了 如今父亲守孝期嘛 女儿也出嫁了 可谁想他又犯脑毛病了 大嫂 您别急 我这就去找大哥 谁要去找我呀 干什么看 我脸上有花不长 大哥 我有话跟你说 好了 你先下去吧 是 大哥 您先喝杯茶 解解酒 不喝 你有话快说 别当我睡觉 大哥 父亲在世时 常教育我们不要饮酒 饮酒会伤身无事 害人害己啊 大哥 老爹 我知道你比我读的书多 可是有句话你应该知道 掌胸如腹 我是大哥 你得听我的 怎么教训起我来了 小弟岂敢教训大哥 只是 困死我了 我要睡觉去了 大哥 一边去 这是谁买的 回二少爷 这是大少爷托人在南方买的 今天早上送到的 这是我买的 怎么样 气派吧 你看 还有这个 这可是正宗的金丝雀 无两银子一只 大哥 小弟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说吧 大哥 你没听说过玩无丧志吗 什么玩无丧志 大哥 咱们赵家这祖业来之不易 父亲有苦心经营几十年 不能让他毁在咱们手里啊 谁说要毁在咱们手里了 自从父亲去世后 守孝三年 家中近乡已是少了许多 如今这几年 药铺生一缸又起色 您看是不是该节省用度呢 怎么节省啊 这张家娶亲 李家嫁人啊 人情往来 哪样不需要银两 还有你瞧我这身衣裳 还不都是为了给咱们赵家争面子吗 难道让人家笑话咱们穷酸不成吗 这 你还有事儿吗 没事儿我要出去了啊 药铺的药材不够了 后日我便去齐州采购 这往返须一月之久 我不在 药铺就全劳大哥一人辛苦大礼了 行了行了 我以为什么大事呢 好了别说了 我多照看一下就行了 生地二千 您拿好了 慢走啊 掌柜的 掌柜的 您来了 赵兄 今天怎么做几堂来了 二掌柜的呢 哦 原来是钱兄啊 失敬失敬 弟弟去外地采购药材 哎呀 咱们兄弟多日不见 去喝两杯 哎呀 你看我这不是忙着呢吗 改日一定去府上拜访 还改日干嘛 我看今天就是好日子 刚好前面有家酒楼开业 咱们也去讨个吉利 我做东 和他个一醉放休 那 这里 嗨 这里就交给伙计吧 还怕他把你的药铺抬走不成 那好 兄弟 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哈哈哈哈 走走走 请 父亲 孩儿已经备会了 君子九思 这些都是做人处事很重要的原则 是的 爹 儿啊 学问固然重要 但若不能落实在生活中 光辉背诵是没有用的 要做到才行 所以人不可嗜财傲物 不可懈怠轻慢 一定要谦虚学习 千万不可以妄自费波 父亲的教诲孩儿定会铭记在心 嗯 咱们此行一悦有余 不知家中一切可好了 二少爷 您可回来了 家里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快快讲来 二少爷 您走后 大少爷每天都出去 和钱庄的前掌柜喝酒 把这药铺就交给伙计了 伙计有一天打瞌睡 不小心把药给抓错了 差点闹出人命了呀 那后来呢 后来人家撞个大少爷 官府把大少爷抓了去 大少奶奶就拿了二百两文银 赔给那家 这才撤了撞 把这事给平息下来了 这 大少爷现在身在何处 早上大少爷说有事出去了 这不大少奶奶打发小的去找吗 赵兄今天手气不错呀 佩服佩服 我看看哪位兄弟手气不错呀 朱老板 几日不见又发福了 来来来 我给您介绍一个新朋友 好 这是赵家药铺的大掌柜 这位就是最新楼的朱老板 久仰大名 今日得见朱某真是三生有幸啊 幸会 幸会 以后大家就是朋友了 两位仁兄发了财 可别忘了照顾老弟的生意呀 那是 那是 我这位赵兄家大业大 又出手阔绰 可是您的福星呢 你们都是我朱某的财神爷呀 今天我做东 咱们到楼下喝几杯去 两位的好意我心领了 只是天太晚了 恐怕见人担心呢 担心什么呀 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 这点小事还做不了主 人生苦短哪 来 咱们今天一定喝个痛快 这 哎呀 仁兄 什么这个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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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 你回来了 是啊 大哥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不是等 等我的吧 等您一天了 你等我干什么呀 大哥 您这是去哪儿了 这么晚才回来 就是去那个 那个醉仙楼玩了去吧 醉仙楼 您去赌钱了 大哥 您平日奢侈浪费也就罢了 这赌钱可是会倾家荡产的呀 您可知 一场赌博几家贫 后车谁见钱车付 天下多少人家就是毁于赌博呀 大哥 求求您 您千万不可以去赌啊 你别吓唬我了 哪有这么严重啊 我不够和几个朋友随便玩 大哥 小人近百事坏 有道是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我劝您今后不要再和这样的人来往了 我的事不用你来管 大哥 大哥呀 赵燕霄屡劝哥哥不听 无奈之下提出分家 于是 在父母双双过世后 又一起生活十二年的兄弟俩 从此分家各自过活 父亲 孩儿不孝 没能按照您的遗愿 劝阻哥哥奢侈犹荡 近来哥哥又皆失损友 染上赌博 孩儿唯空祖叶断送 不得不出此下策 万望父母全下有志 理解孩儿苦心 也保佑哥哥迷途知返 和孩儿一起将祖叶发扬光大 从哪儿去了 哇 终于找到了 吓我一跳 你 你要干什么 我去罪仙楼赌一回 一定要把输的那些都赢回来 你还嫌那些人害你不够吗 分家快五年了 银子宅员都让你输光了 现在就剩下这点田产了 你要再输了 难道咱们以后和西北风去吗 你就别管了 你 你放手 不行 你 天哪 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呀 你们看 刚才过去那个人怎么那么灭熟啊 老兄可真是健忘 那不就是赵家大少爷吗 啊 真是他 怎么会落不到如此地步呢 嗨 还不都是因为平时奢侈浪费要面子 听说还欠了一身独债呢 哎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白卓 你容易不在世 啊 perspect 你 是 你 大爷 趴 parl 你 从哪里 他就 turns 对 emotions 这 大爷饶命啊 饶命啊 说得轻巧 赶快还钱 两位大爷 对不起了 我这几天手头紧 在宽限限时 还宽限 我给你宽限的日子 已经够多的了 你还嘴硬 我看你 我 大爷 住手 你少管限时 这光天化日之下 还有没有王法了 你们再欺负人 我就去官府够你们 大哥 我看现在算了吧 咱们哪天才来 今天就便宜这小子 还不快走 你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 你们少废话 心里在除夕之前 赶快还钱 否则 走 大哥 真的是你 对 大哥 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哎呀 不吃可惜了 都脏了别吃了 没事 挺好的还热乎呢 这些给你大嫂留着 大嫂好久没有吃到 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大哥 都说我不好 让您这几点吃苦了 还好久没有吃 你怎么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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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并非不愫的 你啊 我是你 哎呀快点收拾今天事出息再不逃就来不及了快点啊都是你欠了一身债过年都不得安生 大嫂大哥大伯大嫂开门呐 糟了要债的来了 大伯大嫂是我呀 装你一下装你一下 大嫂大嫂快开门呐 大哥 大哥大嫂 大哥开门呐 你听听不对呀好像是弟弟他们 是他们快去开门 大嫂大娘 大嫂我大哥呢 你大哥他他在屋里呢 大哥大嫂我们今天来是想请你们回家吃年夜饭的家里头已经备好了韭菜咱们快走吧 大哥大嫂还愣着干嘛快过去热闹热闹啊 大伯大娘咱们快走吧一起过年 大嫂 大哥当初跟您分财产就是因为怕您不能结用把祖先留下来的家业给败光了愧对祖先 所以才要求分家为的是守住这些家业 现在经营的还可以并且已经把哥哥所欠下的所有债务都还清了 所以想请大哥大嫂搬回来 仍旧坐着一家之主不知哥嫂议下如何 这 这这这这万万万万万不可呀 好 有何不可 兄弟本事同气恋之 何分彼此 现在就把我所保存的归还了 仍旧请哥哥和嫂嫂主持家里内外的事务 小弟岂敢教训大哥 这是 我困了 我要睡觉了 大哥 大哥 小人尽败是坏 有道是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我劝您今后不要再和他们来往了 好了好了好了 我的事不用你来管 弟弟 弟弟 我 弟弟 我对不起你们 对不起列祖列祖 对不起恨我 反倒这让我如何是好 我不配做你的大哥 弟弟 大哥 别推辞了 掌兄如父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哪 何况大哥从前打理生意 一向游人有余 相信您 一定还会是个好当家的 咱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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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رк 这儿 是 咱们 不 撒 写 呻 写 支持而厚勇 从此以后 赵燕霄兄弟俩兵士前嫌 燕霄用心良苦帮助哥哥回头 建立信心 于是他们又共同生活在一起 彼此更加和睦 勤俭治理家业 第二年天赐福报 赵燕霄与儿子同等近视 古人允 交民亲爱莫善于孝 交民理顺莫善于涕 世间最难得者就是弟兄 有弟兄时我们一定要真爱 赵燕霄一片恭敬至诚 对待凶嫂终于感化他们 而兄弟俩一起住了四五年之后 家道也从此大幸 祝你散热一片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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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内心平静 心欢喜 清静执着欲望心 寻求心灵光明处 生命电视照亮灵 各位 阿弥陀佛 佛陀要我们看到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本来就是平平静静的 充满了爱 充满了慈悲的 但是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心 执着的欲望 恨某一个人很烦恼 那你的心就乱掉了 你的生命就黑暗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经常 打开生命电视台 你会看到你的心 你会找到佛陀 你会找到生命的力量 找到慈悲 阿弥陀佛 画播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不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旧旧流浪的河狗 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这那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般若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edag noises 3 Water 然後 就跟著旁邊 華為啟動詞 華為啟動詞 clase媽的觀眾 華為啟動詞 債寂 雖然 第三例吟租奏 第三字说 他是在 gameplay上的 外境之内 他们说明是美丽 Tour de throwing 这个时候跟这个 你让这三十五个基颂 烦恼历史自己去违反谈论其他佛子之过失 对于羞耻大圣之行者不论其故乃是佛子心 我们有时候会因为我慢心跟嫉妒心 而对善知识进行批评跟毁谤 那么这善知识可以包含很广泛的意义 比方说从事任何心灵的道路 或者是任何宗教信仰的宣讲者 或者是在某些道场工作服务的这些人员 他们都应该被理解成为广义的善知识 当我们对他们进行无端的批评 这些批评是来自于自己的嫉妒心 我慢心等的烦恼的时候 等于是对这些正在从事善业的人 他们的事情 他们所做的事业进行障碍 进行干扰 所以这样子的负面力量会回馈到自身 会使自己蒙受其害的 因为那些人口僵是够的 各在香港进行障碍的 所以他们在公民加证象中 最终蓝emi的年轻胖的人 是在离开心 搭设的 然后我们在公民加证象中 把之前还证定 Che cour疫力的 这些人的独天后 在大自在障碍上呢 最终蓝烈处的 他在本乘地发生批评的 黑面上湖云里云里 然后那些人的病毒 所以如果有些人中的病毒 比方说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有道场 这些道场都在宣扬着佛法的道理 或者是为他人开现 促进自己的信心跟饶意其他众生的事业 所以这些从事者都是属于广义的善知识 不论他是否为宗教的导师或者是工作人员 他们都在饶意其他的众生 为众生开启一扇能够自立立他的门 可是如果我们造作对他们进行损扰 对他们进行批评的话 就等于对这扇为众生开启的门造成障碍 所以这是很不利的事情 在宗派当中也是一样的 即使是小圣的教法 他也是属于内道佛法 佛世尊所说的教法 我们也不应该有任何的批评 或者是制造障碍的情形 如果有看到觉得自己不顺 就是不顺己意的事情 也应该要多包容 不要去宣说他们的过失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吃得到这些训练的训练 因为我们才能够认为 在这个人间设计是这样的 然后在这个人间设计会这样的 当地来说 这些人会设计是这样的 又有什么差的 然后是什么厉害的 他们现在设计会设计会设计会 他们设计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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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字幕 战 人色的 organized 那一本就在這種手上 他們在一起 中文字幕 Ore Jitmaybe International 貪途利盡互相起爭執 因而造成退轉 文思修 虞诸亲友以及施主家 断除贪酌乃是佛自行 当法友跟法友之间相处 或者是善知识跟善知识互动的时候 如果为了获得名文利养 获得他人的利益恭敬而产生争端的话 这是对于修行对于自心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应该为了饶益一切有情众生 促进众生的安乐 还有教法的弘扬 而跟一切的宗派一切的宗教都和睦相处 团结一致而行动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有些人他们会不理解 像皈依佛法 皈依内道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比方说皈依之后能够免堕地狱 到底原因是何在呢 因为内道所讲的皈依 它主要是指以智慧跟悲心作为救护 由于具足智慧跟悲心 所以这个修行者本身能够避免造下堕地狱的因 所以说皈依之后不堕地狱 实际上是透过了知自卑的功德 而自己防护自己堕地狱的 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所应该真正认识的 不要为了明文利养而产生颠倒的行为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的爱情 其实我们学们的姻 这些很重要的 我们在学习里面 也很重要的 这些计划 三百四秒呢 这人就有什么意思 这都特别人为了 这都特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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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言恶语使人心反乱 而且有损佛子之威夷 事故他人心里不悦之 恶言断除乃是佛子心 粗言恶语或者是 恶劣粗暴的行为 对他人都是一种伤害 会破坏和谐的 我们因为我职的关系 所以自我中心觉得 供高我慢 这样子供高我慢 会造成自他之间的不和谐 所以在外在行为上面 恒时都要保持宁静调伏自信 这是很重要的佛子心 你猛狗难 你坐下来 你在家里面 zoals在投译上 我看到 鉄部和谐 请问 들이生ал多了 就是 他在此 也在前自己onta 她在前耻耗 三十八夜 煩惱串席很難去對治 念知行者 知辭對治起 只要貪心煩惱一蒙起 立即剷除乃是佛子心 當煩惱升起的時候 第一念起 如果我們延續它 就會造成第二念 再延續下去就產生第三念 如此下去的話 煩惱的分別念 會不斷的越來越沉厚 越來越累積起來 它會變得越來越大的 所以當煩惱剛升起的時候 應該要抱持著正念去認識煩惱 如果能夠當下認識煩惱 剛萌生的狀態的話 那就能夠在煩惱的基礎上 馬上立即性的獲得解脫 這個是能夠以正念去覺察 煩惱是我們內心智慧的妙觀察制的功德 它使我們能夠認識煩惱 再加上我們懂得懺悔煩惱所造下的過失的話 就能夠逐漸地從煩惱當中解脫 就是慢慢的 煩惱是 我們組成的 煩惱以一同在煩惱會 其實也不想 концерт 因為大家都在煩惱 所以吃沒有兩種 可是我們也不喜歡 從煩惱喔 吃全都的煩惱 吃全都煩惱了 吃天子 說真的會有很多 吃的 最重要的 政治正念它是屬於智慧的功德 透過政治正念我們能夠當下認識 這個就是煩惱 我們可以確知它的 我們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初學者按照著別傑托聖所講的 業力因果的道理曉得什麼是惡因從煩惱著手加以避免 然後進一步的在菩薩聖當中 則是守護自己的慈心跟悲心的功德 來避免煩惱的干擾而轉化煩惱 到了密宙聖的時候就進一步的 能夠從煩惱的本來的面目上面去了解 並且了知煩惱的自信就是智慧的本性 如此透過不斷的熏修跟培養 能夠轉煩惱為智慧 這個是密宙聖所對峙煩惱的方法 在山上 而從天到山頁正在想 stitches 和你一夜拍的 我來自信是 我來自信的 那是 在這十五夜拍的 我來自信 我來自信 没什么时候我们把饭都摆掉了 还有遗志活物员的大学 有些品牌啊 我们又在这里开出你 那我们的理论是俩人生的 总之在在处处之行义 在在处处就是时时刻刻了 自心分济当下即了之 如是恒常俱足念与之 念之之正念 知之之正之 达成利他乃是佛子行 佛子行三十七宗的所有道理 讲到底究竟就归纳在三件事情上面 正知正念跟不放异 如果具足正知正念不放异 恒实关照他人的利益 心里总是想着 不管时时刻刻都应当要饶益其他有情众生 这样子去奉持的话 就完全契合了佛子行三十七宗的要义 我的根本上师们 他们对我的教授就是这个样子的 由于正知跟正念 我们能够做到不放异 当我们心是不放异的时候 在任何地方不管你行走于何处 由于具足正知正念达到不放异 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不会有任何的障碍的 因为正念它本身是属于智慧 而佛果的精华就是智慧 所以我们说正念即是佛果 然后呢慈悲心它是法宝的精华 我们要获得暂时的利益跟究竟长远的安乐 完全不能够与智慧和慈悲相脱节 因为我们评论地 陈宏芝娴 如是金琴所修诸善业未出无边众生 这边讲到回向善根 当我们修持的时候 首先内心想着皈依三宝 以及三宝的内在意义 中间摄持无缘或者修持慈悲心 最终将善根安住在三轮体空的境界当中做回向 这样子的前中后三种善 在旧义派也就是尼玛派的传统来说的话 就叫做三书胜 前行书胜正行书胜跟戒行书胜 那么所谓的三轮体空的回向 它是究竟回向 对于一般不能够了解的人来说的话 就是以慈心跟悲心摄持 就是以慈心跟悲心作为回向的前提 来做回向也就足够了 因为慈心的本性跟空是分不开了 慈悲跟空是双运的 所以呢如果真正懂得慈悲跟空是双运的话 那样子所做的回向是十向的回向 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当你念诵像是六四大明咒这样的做 一件小小的善事的时候 如果将这个善根以慈心跟悲心摄持作回向的话 那它就可以产生令善根不会空耗 并且能够不断辗转真上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 那一天就会说 对于是 Huntington 你病人的去真的很说消息 在习惯人的情况下 在习惯人之内 就手不疯得上 学生的一个车队 与我们去中心 该是 除此 我看 因為我們四場所開的電視 就是來自開車的東西 在這個電視 地是電視 它們說 岛山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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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山有色彼に同在地面上が倒数。 我们有色彼に色彼にあげる。 那些人都更有嘛 那些人都要找到 找到找到 找到找到 从诸经续论典所说义 并且追随正式之言教佛子诸行 祭诵三十七位立 欲学佛子道而造 这边提到显宗的佛经跟密宗的续部 还有论典他们究竟的道理 都归纳在两件事情上面 就是二帝也就是相对真理 和究竟真理当中 而二帝的意趣全部归纳在佛子行 这一部论典里面了 所以作者他为了饶益 其他有行众生的利他心 所以说了这一部论典的道理 那下面 刚刚任母切就把 四十二四十三 跟四十四页的 这些回向发愿文都念过去了 由于时间不足的缘故 所以这边就不再 就回向发愿的部分进行解释 那我个人的 个人因为不是非常博学 什么都不懂的缘故 所以我所讲的内容本身 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这一本小册子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去学习 在很多的善知识那边 反复地学习这一部论典 进行文思修行 这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能够每天学习这个教法 每天阅读 如果每天阅读的话 会有心得 将来遇到苦难跟逆境的时候 就能够接受 并且转为盗用的 我所懂的内容是非常的少的 所以重点并不是听我所讲的话 而是去实践其中的教法 由于时间的缘故 后面还有很多问答 所以我们待会就要进行回答 我会尽我自己的力量来回答 诸位的问题 不同意儿 未经济进行 stimulus 通过ius 我们就能够接受 因为 Technique 通过签派江青 在但 Ranch 这个大田征 在这一世上 如果看到人们 他看到自己 有数字 他这是 谁 更近感染看 原本国 所以,有很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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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這個問題是說,修大手營之前是不是一定要修加行,修五十萬加行呢? 對於有緣分跟有閒暇時間的修行者來說,當然可以去修加行 但是對於缺乏空餘時間的人來說,最主要的加行應該是利他行 使還沒有升起的利他行得以升起,並且保持培養